B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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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名粉丝叫阿威 他是一家病毒研发公司的推销员 为啥病毒都有人买呢 因为这些不是普通的病毒 而是明星身上提取出来的病毒 是病毒中的战斗机病毒之星啊 粉丝们重金买下这些病毒 然后打到自己身上 只是为了和偶像经历一样的痛苦 感受同样的感受 这是多么浪漫的事啊 呸 这也太脑残了吧 但是这里的人不这么认为 他们对这些明星病毒都是趋之若鹜 甚至还未去买偶像的细胞培养出来的肉制品吃 虽然听起来和吃人没什么区别 但是他们还是大快多异 阿威的身体一直不那么好 面容苍白 形色枯搞 这是因为他作为推销员经常金手自盗 病毒公司明律规定 不许外带病毒出去 但是道高一尺 磨钢一让 阿威用自己的身体作为载体 把病毒给带出去 再用自己家的病毒提取装置 把病毒从自己的血中提取出来 这一招看似有风险 但是为了赚钱嘛 死不了就行呗 一天 阿威的同事因为偷病毒被抓 领导只好派阿威 去一个生了病的女明星那里收购病毒 可谁知这个女明星 正是阿威的梦中情人 大漂亮 以阿威的性格 这波病毒不能浪费 还没提纯 就直接抽了一棒原浆 打到了自己身上 没过多久 阿威就听说大漂亮 得的不是什么小感冒 而是绝症 没几天就传出了大漂亮的死讯 阿威的身体也开始出现了巨大的损害 甚至产生了幻觉 眼肘的身子一天不如一天 阿威的病毒提取器还坏了 阿威只好找人帮忙 帮阿威转手卖病毒的人叫阿肥 听这个名字就很适合卖肉 没错 阿肥的主业就是个卖明星肉的 阿肥给阿威联系了一个卖机器的人 可到了交易那天 阿威才知道 得到机器的代价 是自己身上大漂亮病毒 阿威的战友欲很强 不愿意分享女神的病毒 但是他被人家强制抽了血 然后扔到了马路牙子上 阿威寻色喝杯咖啡 压压惊谁知又被人盯上了 这伙人是大漂亮公司的 原来大漂亮没死 但是也快了 公司人希望阿威可以回到公司调查研究 看看能不能治好他和大漂亮 阿威身负重任 拖着李老歪邪的身子骨 就开始四处调查 但是他没调查出来什么猫腻了 就又又又又被人给盯上了 这伙人是干啥的 我也不知道 反正他们就把阿威给囚禁了起来 并且还要把阿威的一举一动 直播给观众朋友们 让大家一起欣赏这位 唯一拥有大漂亮病毒的人 是怎样一点点消亡的 阿威气得直吐老血 一想到他心爱的大漂亮 还在饱受折磨 阿威的心里就难受 不能坐以待毙 得找个机会 办了这个囚禁自己的人 于是阿威趁人不注意 来了个背后偷袭 然后冲出了这个 毫无人性的囚禁室 回到大漂亮身边 大漂亮这回是真的不行了 阿威这才知道 这个病毒是另一家公司 特意为大漂亮研制的 目的就是要让 大漂亮的人气来谋取暴力 可没想到闹出了人命 这家公司 可以研制出抗病毒的药 但是他们不会 白白浪费前 医治阿威 阿威只好亮出了杀手锏 那就是他可以培养 大漂亮的肌肉细胞 让大漂亮死了 还可以源源不断的 为公司做出贡献 活着被利用死了 还不能安息 真是太没有人性了 电影的结尾 阿威贪婪的吸着 人不人鬼不鬼的 大漂亮之邪 这种爱真是太可怕了 这部电影背景和色调 大部分都是灰白色 给人一种十分干净的感觉 但是每次血浆的出场 都会让这些场面 瞬间埋得起来 男主的病态演技 十分到位 仿佛真的是一个 将死之恩一样 注射镜头 也是真真到肉 让人看了 不寒而栗 全面充斥着压抑的病态氛围 看完一时半会儿 缓不过来 心里素质差的朋友们 尽慎观看哦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这次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一期我们不见不散 喜欢葫芦啊 小剧场的朋友 别忘了给我们 点赞 关注 评论哦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